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萌妹电影,我是西西,今天我要给大家安利的是荣获72届嘎那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大奖的韩国电影《寄生虫》。 故事一开始,住在首尔老旧街道半地下室的基泽一家,正在四处搜寻能够连接上的网络,最终在洗手间才勉强找到了能够连上隔壁商户网络的位置。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,这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家人,就连醉汉在他们窗外尿尿,一家人也不敢多说一句。 爸爸基泽年轻时曾做过两次生意,均以失败告终,儿子基宇多次高考落榜,女儿基亭虽有艺术天赋,奈何没钱深造,所以一家人只能靠打着零工赚取生活费,勉强度日。 这天,基宇的高中同学找到了他,因为同学即将出国的缘故,所以把自己的家教工作介绍给了基宇。 为了得到这份工作,他依靠妹妹的技术,制造了一份无法辨别真伪的学历书,化身为凯文老师。 去到了同学介绍的会长家里面试,刚踏入会长豪宅的那一刻,基宇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到了,满是阳光的宽敞庭院和比自己家还大的玄关,让他感觉自己误入了一个不属于他的世界。 不过同学告诉他,富人太太单纯好骗,所以基宇成功凭借自己多次高考累积下来的经验,成功拿到了这份家教的offer。 在第一节课结束后,基宇无意在房子里看到了许多画作,闲聊时才发现这些画都是出于太太的小儿子之手。 他从太太的预言幼稚中,也猜测到了小儿子可能患有心理疾病,所以他心生一计,设计把妹妹基婷也介绍到富人家,成为了小儿子的美术老师兼创伤治疗师。 但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而满足,贪婪很快就吞噬了他们的良知,紧接着他们用计挤走了男主人会长的司机。 爸爸积责取而代之,就连最难搞的女管家也成功被赶了出去。 妈妈中书得到了这份工作,就这样,这一家人都成功寄生在了这个富豪家庭,获得了高薪体面的工作。 他们沉浸在这种幸福中,仿佛下一秒也即将是上流社会的人,就连再次碰到醉汉,他们也敢直接冲出去赶走他了。 但影片的高潮就发生在会长一家人外出野营。 当会长的车刚离开,寄生的鸡泽一家便登堂入室,把豪宅当成了自己的家,喝着红酒泡着澡, 一起幻想着美好富足的未来。 姬泽不禁感慨着太太真的很善良,有钱还这么善良。 钟书却反驳他说,不是有钱还那么善良,而是因为有钱所以才善良。 但就在一家人享受着这种偷来的幸福时,门铃却突然响起,钟书通过监视器看到,来访的是钱管家。 姬泽三人赶紧躲了起来。 但钱管家的来访也让他们发现了一个大秘密,原来这个房子居然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地下室。 里面住着钱管家负债失踪多年的老公,这个豪宅居然寄生着两个家庭。 钟书对于这一切无法接受,他想要报警揭穿这一切时,一旁偷听的姬泽几人却暴露了。 一瞬间,两家人撕破了脸面,都想揭露对方争道继续寄生的机会。 几人扭打在了一起,最终人数占优势的姬泽一家获胜了。 他们把管家和他的丈夫重新绑在了地下室里,但就在这时意外再次发生。 由于大暴雨的影响,会长一家的眼影取消了,梦就在这一刻彻底破碎。 前一秒还在客厅里纸醉金迷的几人开始四处逃窜,就像蟑螂一般。 会长一家回来了,无奈他们只能躲在茶几下面。 姬泽也因此听到了会长说他身上有股味道,那是一种地铁里会闻到的味道。 姬泽曾说那是住在半地下室的穷人特有的味道,永远洗不去。 这一句话开始击碎了这个一家之主的自尊心,趁机逃出豪宅的那一刻,他们被打回了原形。 夫人在雨天里听雨调情,而穷人却在狼狈的收拾已经被雨水淹没的家。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,被他们所在地下室里的女管家此时已经受伤,失血过多死去了。 他们还在幻想着达成和解,继续寄生。 可是在后来小儿子的生日宴上,前管家的丈夫成功跑了上来,挥刀为自己老婆报仇。 姬雨姬亭倒在了血泊中。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一切,姬泽始终处在一种恍惚的状态里。 但对于这无法掌控的局面,会长一心只想救自己晕倒过去的小儿子,却丝毫不理会姬雨和姬亭。 甚至在生死攸关的时刻,闻到女管家老公身上味道时,还是会忍不住捂住鼻子。 这个动作彻底击碎了姬泽的自尊心。 因为那个人身上也是一种穷人的味道,所以他挥刀捅向了会长。 姬亭死了,会长也死了。 这场寄生的故事以一个悲剧画上了句点。 姬泽在杀人后重新躲到了豪宅的地下室里,所有人也找不到他。 而经历了一场梦之后,他们还是回到了地下室里。 这部电影自上映以来评价就非常两极分化。 许多人认为剧情不合理,但很多时候不必过多纠结于剧情。 其中约翰的道理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 富人沐浴着阳光,就连光着脚都是香的。 因为金钱就像熨斗,把一切褶皱都烫平了。 所以他们温柔善良岁月静好,但穷人却只能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。 身上永远有股无法摆脱的味道。 阶级是他们永远跨不去的坎儿。 这部电影藏着太多呼应,太多细节。 建议大家还是去看看原片感受一下。 不过确实太治愈了,我看完许久都没缓过来。 好了,本期案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这部电影卧队来的面向中的活도在石油注尼。 Place Vander pen门的刷那里 所以有人找害 oft10毫多畅多 我 explore观看 这不是�끈鑶是我 感谢观看